大家好,这里是绿正悟空i4u 今天是2020年9月12号 本来我是打算昨天9月11号录制这一期视频的 但是我推迟了 推迟的原因就是昨天是91119周年的纪念日 尽管我不是美国公民 但是出于对911受难者的缅怀 我推迟了我的这个视频的录制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我想看看那个已经宣誓效忠美国 已经成为美国公民的豆小豆 他对于美国历史上的这个重要事件有什么反应 但是大家可以看看 从他9月10号发推到现在已经是9月12号了 他没有发过任何一个有关911事件纪念的推文 没有 与此类似 豆小豆的队友自称是美国公民的湘南台 他对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大火 这个悲剧 他表现的是一个相当幸灾乐祸的嘴脸 我们来看看 他甚至嘲笑说 别人说照片感觉像是北京后面跟着的是几个狂笑的图标 美国公民豆小豆在昨天91119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呢 他的推特主要活动是转发一些杂锅大V的推文 而杂锅这件事情是符合中共的最大利益的 对吗 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是想盘点一下 吕佳美和她的队友最近的一些下线秀 大概在9月8号 豆小豆呢 转发了一位孙丽女士的推文 孙丽女士的推文开篇说 她的朋友说 一个推特号是豆豆的小号 而在这个推文里呢 她有转发我的一些推文 以及一张我并不知道原始出处的一个对于豆豆事件的分析图表 那么豆小豆她就对孙丽女士的这个推文说什么呢 说搞半天你的朋友就是蜈蚣 那你是什么 对于吕佳美的这种挑衅呢 我有向孙丽女士去求证 那么孙丽女士的答复是说 她所说的这位朋友是一位男士 而且她现在不在中推上讲任何话 豆小豆在推特上张嘴就骂别人白痴 那我们看看除了我刚才所列举的那个行为 可以说是如假包换的她自己骂的这种行为之外 她还有哪些诸如此类的这种白痴的行为呢 她铁口断言 我就是在澳大利亚的太和津托 还记得她在7月4号就铁口断言说 郭文贵及其团伙捏造美国政要包括Peter Navarro在内的一些推特账号吗 可是现在如果我们去搜索一下 白宫的官方账号至少已经有三次转发Peter Navarro45的推文了 还记得她说郭文贵涉嫌伪造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旗帜吗 也就是这个旗他说这个鹰的尾巴不应该是白色 这个字呢也不应该是白色 但是呢我在SEC的官网找到了一个SEC的旗帜 这个旗帜显示不但是因为包括他所质疑的那个文字都有可能是白色的 都想到最近还在继续他自己所说的这种白痴行为 9月7号他发了一个推 他说他老公说美国很少有正规媒体报道中国共产党时用CCP这个词 动不动把CCP挂嘴边蠢不蠢 可是他作为美国公民甚至不知道美国国务院的官方文字 就是把中国共产党叫做Chinese Communist Party 然后括号CCP 而这篇文章官方文章是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所写的 像他这样把他的博士老公的下线拿出来公开秀的行为 似乎还真是只有他所用的这个白痴这个词是恰如其分的 对吗 我是在去年才了解并意识到中共它是把法家的致命理念极端化成为一种顺我者仓 逆我者被贫民贱民辱民化的这样一种政策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呢 就是清华大学的教授许章润 他先是被嫖娼 然后呢 是被他的工作单位清华以道德败坏为名革职 那紧接着下来呢就是贫穷化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辱民贱民贫民的这样一种整人的手法 而中共赵家人或者是有赵家人思维的这些人 他们呢就是要炫奢华炫耀他们的权贵关系王 还要用网红的各种手段来满足他们被名人的这样一种虚荣心 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 对于那些被贫民贱民辱民的人呢 形成第四重折磨 就是心理上的折磨 所以无论是从中共权贵圈出来的工贵 还是有众多中共背景杂锅账号力挺的豆小豆邦们 他们都对这种手法呢 十分的嫌熟 除了我们经常看到工贵他炫耀的饕贴大餐 豆小豆呢 他更升级为一个狗厨师 经常在网上秀他为他的五条狗们去准备的牛肉大餐 或者是鸡腿大餐 关于杂锅的曾鸿和庄烈鸿 他们最近所遭遇到的工贵追随者对他们的一种围追堵截 我个人感觉这是工贵对于中共对他的这种类似的打法的一种返还 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 因为我们可以看看从这些统一定制的标语牌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一种有组织有策划的一种行为 它并不像我们常见的一种抗议活动 每个人会举着自制的标语牌 豆小豆的队友香南台最近在网上炫耀 他发了一个推at给LSB 但是很可笑的是 他at给的这个账号呢 是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的一个吸人的账号 他的这个推文里说 关于你在加拿大温大哥诈骗集团担当主谋 网络敲诈勒索的报案 已经在检察官办公室立案成功 那我想对他说就是 鉴于他在8月1号去涂森破 对我做的无中生有的构陷这个记录 这个不良记录 我想问他现在在这里说的所谓的敲诈勒索 是不是又是故技重演呢 还是你有任何证据呢 以此类似 豆小豆的另外一个队友美猴王 他在9月9号发推 他说这帮生活在美国享受着美国民主和法治的华人 用违法的行为骚扰恐吓他们憎恨的人 打着为中国追求民主法治的旗号 作者破坏美国民主法治的事无耻之极 华人中的败类处扎 但是我们来看看他又做过和说过什么 讽刺的是豆小豆他在9月8号晚上11点多 发了一个泪眼牛排的炫耀帖 紧接着香兰台就发了一个更奢华的和牛 调着像赵家人的炫富暗战进行中 豆小豆和美猴王他们在推特上是有公开人肉 我和Irosby的信息 有意思的是和豆小豆互动非常频繁的美国教授 兼作家Miss Piper 他也关注了我 他就在网上公开指责公贵和班农人肉别人的行为 那我就把豆小豆和美猴王与此完全一致的行为 知会给了他 不过砸锅帮里面有一些人 比方说像细思极孔和鸭蛋姐 都非常擅长用一些公开的信息去挖掘更深入的信息 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就是豆小豆他曾经发了一个他跑步的照片 这里面呢有一个路线示意图 这里应该是他的起点 根据他自己发布的这个路线示意图 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在地图上定位这个起点 当然我要说明的是这个起点呢并不是我在这个图里标注的这个帕克 而是他下面这个地方就是卡哈鲁奇亚湖这个地方 因为如果大家仔细去比对这个灰线的公路图的话 应该可以对照出这个地点呢 他这个起点是下面这个地方 这是夏威夷岛西海岸的一个地方 和豆小豆他自己公布的 也就是从他家里看到室外的海边的这个日落的景象 也就靠西的西海岸也是吻合的 对于中共的平民建民辱民的文化 以及逐渐伸向海外的 对每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华人构成的 实施政治犯罪的这种威胁 我们都有义务去揭露他 不然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恐怕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好今天的视频就先做到这里 喜欢的网友欢迎大家分享订阅转发 谢谢大家拜拜